一则消息 东方财富闪崩 券商跳水 跳了这么多 那大盘还在延续着下跌的趋势啊 上证指数周线六连银 好在国家队进场护盘 大盘站上了五日线 看 五日线上短期趋势 这个位置将发生一种改变 那大盘五日线如果能收复 这不就代表着有止跌的迹象吗 这里到底是下跌中继 还是止跌起稳呢 7月能不能迎来凯尼红 7月1号星期一节日快乐 那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股市早播报 大盘从2月5号2635涨到这里 这是5月20号啊 3174 三个半月涨幅539个点 超过20% 作为今年的这些一浪上涨的时间 还有空间都够了 从5月20号跌到现在 3174到2933 这一路下来已经跌了将近40天 跌幅241个点 大概是7.5%下降 作为二浪的回调 时间和空间稍显不足 那大盘收复了5日线 能成功站稳站上 这就代表着短期趋势将发生改变 但是日线上从下降这个通道来说 这不是下降趋势吗 还不能说得到根本的扭转 根据技术分析三原则 从序列到结构到趋势 它需要急跌 缓跌止跌一个过程 由于二浪下跌的时间和空间稍显不足 这个位置要是出现反弹 大概率还会下跌 走出一个A B C浪 这个时候下跌结束 那么这个C可能是下跌不一定很多 或者是低点不一定很低 但是这个过程是大概率 我们现在怎么办 现在大盘收复了5日线 这个位置暂且按照一个B浪的 叫超跌反弹来对待 寻找A浪下跌这个位置的低点 分批上车 我们当前的仓位20% 今天有机会 如果加仓还有T加0 那能再干10%到20% 好我们看看盘面的细节 首先是上证指数 15分钟图和30分钟图 咱们技术分析三原则吗 不得先讲究序列结构 最后到趋势吗 现在是什么序列 30分钟现在序列重排 就是15分钟和30分钟 但是60分钟和90分钟 可都在低点附近 而且120分钟还有日线 在序列的低久 你看看序列都出来了 如果这个位置拐头往上一跑 是不是就有一个低点结构啊 这不就是技术分析三原则 从序列到结构吗 现在即将形成这个位置 A浪下跌的一个低点结构 如果真的形成了 那么这个位置反弹也好 还是说的没有形成 就是B反然后C浪下跌 这个位置不就是一个下跌结构形成 然后形成大的三浪上涨吗 这就叫趋势发生改变了 这是上证指数 那么上证指数现在是怎么样 有反弹要求 那再来看上证50指数 也差不多15分钟 30分钟序列重排 60分钟90分钟 现在是底背离结构 看到没 90分钟大级别一点 都已经出现结构了 看序列到结构 那么如果再形成趋势 就是上升了 那这个位置上证指数呢 是有反弹要求 上证50 这不也有反弹要求吗 那再来看科创版 15分钟序列低久 看到没有序列了 如果一拐头那就好了 那不就是形成一个趋势的扭软吗 30分钟低点出现了动画 往上一挑 那不就是低背离结构吗 60分钟90分钟120分钟 还有日线都在低点附近呢 这不也有反弹要求吗 这是科创版 再来看护身300 15分钟30分钟序列重排 60分钟90分钟低点附近 120分钟序列低九 已经出系列序列了 日线序列第八 周线序列第七 那这个位置 这不也有一个反弹要求吗 那再来看生成值 15分钟30分钟60分钟90分钟 都在低点附近呢 120分钟已经出现了序列 而且是低九 日线第八 周线第七 都有了 都有序列了 那这不也有一个反弹要求吗 再来看创业版 15分钟序列第九 人们说是啊 是这个创业版和科创版都很低了 都创新低了吗 这不已经出现序列了吗 30分钟和60分钟已经出现了顿化 如果网上一整 这不也就出结构了吗 90分钟120分钟低点附近 日线也在序列的低八 周线序列第七 这什么意思 这不也有反弹要求吗 综上所述 我的观点 短线超跌反弹一触即发 周五我们加仓10% 现在总仓位20%了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今天再小了一个点位 我们往里头冲一冲 T加零10% 或者是能加仓的话 给机会再加20% 就是完成 那么一共能达到多少 如果都是加上仓了10% 两个10%吗 那么就能达到40%了 好 我们现在手中的品种 要看好 这才是王道 五日十线 如果良好 没有跌破 上升趋势没有改变 那不就可以吃骨带涨了吗 现在没有仓位 也很吃亏 如果它真的出现反弹 就是一波反弹 现在人们心态都坏了 假如过去一波小反弹 人们根本不会看 就像这里一波小反弹 因为反弹上来之后还得下来 没有说这第一下子上去下不来的 就像这样 第一下子下来 反弹不还得下来吗 过去人们不喜欢 就是不稀 都不稀和 就抓这个什么避反 那么现在可不一样 现在人们呢 都心都崩了 一波小反弹 如果抓不住 都怕踏空 踏空心里很难办 好 我们说说消息方面 首先国际上啊 像以呢 说又占领的那个格兰什么高地 遭到无人机吸什么急 这个问题中东那块正在发酵呢 那就是个火什么要捅 那再说美司法部呢 说指控啊 波音说有欺诈的行为 这个是个大事 那咱们的大飞机 是不是这个位置的好迈了 那好 再说美那块不大什么选吗 说老拜的那个支持率在下降 他们谁跟谁 咱们现在都不太懂 但是问题是 它影响到股市了 你看美国股价 这不都是普跌吗 道指跌了是0.12 纳指跌了0.71 标普也跌了0.4 关键是我们中代股 可是普跌 人家涨我们不涨 人家跌我们比它跌的多 你看那三个基隆指数 跌超过1% 那位说还行啊 没大跌也可以吧 能接受 可是这不就是 阿Q精神了吗 那再说欧洲那边 多数也在下跌 原油81美元附近 黄金2340 人民币7.2672 人民币贬值还在加速呢 那说说咱国内消息 统计局说了 六月份制造业就是PMI 现在是49.5% 跟上月持平 那位说这啥意思吧 就是现在还是 经济没有完全复苏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还在滑坡当中吗 50以下就是负面 那再说上半年 Top前100的房企 现在一共呢 销售2万亿多一点点 同比下降了40%多 那位说怪不得 这房地产这块还整不动呢 是啊 你没有销售哪来的利润呢 没有利润 股价哪有一家 没有一家 那股票能上涨吗 好 那看看之后能不能改变吧 再说上半年 有将近3000家私募公司上新了 你像股票这个策略型呢 已经占了60% 是不是认为大盘3000点附近 这位置都有机会啊 所以人家开始上新 对啊 再说ETF的规模 已经突破2.4万亿 因为说还真行 这基金呢 如果打散了 这不也算分散投资吗 就是给散户 给股民找到一个 一个小的相当于 就这么一个品种 我们不用就是什么乱买 买宽纸也好啊 买是各种直升基金也好啊 总之有的玩 那再说北京已经明确了新建 和改建的 扩建的这些道路 要智能化 你看提前就把这个空间预留好 你会说智能交通真的要来吗 你看北京这么支持自动驾驶 而且包括什么数据啊 还有流通啊等等这些个利用 什么意思呢 就像鼓励这些个主体 还有这些个开发的叫数字产品啊 提供的还有服务商啊 等等应用都在扩大 那么再说另一个 就是深中通道正式开通 多家上市公司报喜 你像中铁 铁剑 中海运 还有这个科顺 还有什么周明 还有太极泰 还有佛山照明等等 啥意思啊 就是从广东的深圳到中山 原来两个小时的车程 现在缩减为半个小时 真厉害 这是交通嘛 有路就负 那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在承岚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个设施啊 设备啊 还有这个建筑啊 等等他们获利 就是分担高的这些人 那看看今天这些方面能不能发酵 再说本周有7500亿逆回购到期 哎呀 那位说这压力还不小 看看怎么化解 再说本周有64家个股解禁 大概700亿压力不太大 那我的观点是 短线超低反弹一触即发 现在我们的总仓位是20% 今天再找机会 加10%或20% 我是古邦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今天能不能7月开门红呢 我来个红战袍 希望把大盘往上顶一顶 好不容易啊 大盘跌了40来天 那现在回到了五日线上 可不能跌下来 我穿这个红战袍 一 大盘希望能够7月开门红 二 得能顶住五日线可不能破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我们中午收盘见 各位